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您我家园 欢迎您收看6月6号星期一的大台中新闻 首先来看到受到封面影响 5号开始各地山区都出现局部大雨 因此在溪流的下游处容易发生河水暴涨情形 官吕局公布危险水域外 市长林嘉隆也指示水利局等相关单位 做好防洪措施避免意外发生 滚滚黄水一清而下 一不小心就会将人吞没 受到封面影响 从5号开始各地山区都出现局部大雨 也因此在溪流的下游处容易发生河水暴涨情形 市长林嘉隆在市政会议上 特别指示相关单位检视因应措施 为防洪做好准备 市长我们先前已经提早做清淤的工作 然后有一些水利工程也已经在做 不过在这边要特别在提醒 就是请水利局要汇同相关的局处 那么以淘积淹水事件为进 再次检视潜藏在台中各处的淹水危机 从溪流防洪到市区建屋的泄水孔 测沟排水孔以及下水道 都应再次全面的检视 以保平安 台中市观光旅游举针对包括太平 龙井东市和平等区域整理12大危险 沉水域提醒民众多加留意 另外站在进行中的工程 市长也指示相关单位 注意是否有妨碍排水情况 避免造成开发基地附近淹水 另外要特别注意施工中的工程 是否有妨碍排水的情况 像本市重大重化区域的征收工程 施工中有无更改水路 并设置临时制洪池 也请工程主办机关要详加检查 避免因为施工而造成开发基地附近的淹水 气候异常时而大太阳 时而暴雨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状况 没人知道 唯有做好完全准备 才能降低意外事故发生的几率 旧军台中采访报道